荔枝春象是外來的害蟲 繁殖速度很快 近年也危害了農業 林業署嘉義分署 日前就舉辦了活動 油炸荔枝春象做成了創意料理 但因為它不是法定食用昆蟲 食藥署也指出 荔枝春象的食用安全性未經確認 如果當成食材 將會違反食安法 最高可以開發兩億元 把荔枝春象丟進油鍋裡 炸了滋滋作響 搭配九層塔和蒜頭 一道創意料理就此完成 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 上個月二十七號舉辦 霞蟲王者課程活動 本醫師想找新方法 消滅外來害蟲 沒想到此舉恐觸犯食安法 由於荔枝春象非法定食用昆蟲引發疑慮 當天食藥署與嘉義縣衛生局都派人到場關切全程錄影 林業署與成本獎師都說只是推廣一個思維 並沒有學員吃下荔枝春象 實際品嘗的是另一道蜂擁做成鬆餅的蟲料理 因荔枝春象目前為食安法 為公告可食用原料 還需經過安全評估確認 擔心營業署烹煮 供民眾食用 當日前往查核並未提供給民眾食用 荔枝春象為外來害蟲 我國民眾沒有食用的歷史經驗 其食用安全性未經確認前 不得工作食品原料或食用 過去就曾有小事業者推出春象料理 但這一次舉辦活動的是公家單位 食藥署強調 國人沒有食用荔枝春象的經驗 食用安全性未經確認 不得作為食品原料與食用 違者可依食安法第十五條規定 開罰六萬至兩億元罰還 產品也會默入銷毀 記者 亞民蜂 鵬安全林韋庭 嘉義報導